今天呢我們又再次的回到我們的新家 那接下來就是正式進入工程 所以有幾個步驟嘛 是要先拆除完現有的格局 然後再來喔 假新的格局 重新拉水電 做木工 地板 然後最後上我們的系統櫃 目前已經把所有舊有的格局都已經拆掉了 就是有要打掉的牆壁 都已經完成拆除 那現在也把新的格間 大致上都架起來了 唯一缺的是我們的儲藏室的格局還沒有架 其他的清格間啊 跟紅磚牆都已經砌起來了 這一邊 這裡 都被拆掉了 這裡 這裡也都被拆掉了 這邊拆掉 所以小的廁所在這邊 然後大的浴室 格在這裡 所以這邊進來變成是主臥 然後客房是這邊這裡 然後這裡是電腦室在這裡 所以這邊一個空間變成是大的餐廳 然後這裡也拆掉了 所以開放式的廚房 所以有拆除掉的就是這一邊 下面這個溝都是原本牆壁在的地方 都拆除掉 所以主要是這一整塊拆出去之後 這裡 餐廳變成是通透的 那這邊的廚房也是本來的 封閉式廚房 把它拆成是開放式的 那現在整個地板啊地磚也都拆除掉了 這邊會是我們要額外再架出來的 玄關跟儲藏室 所以實際上的廚房會從這一邊開始 這邊過去 中導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系統櫥櫃在這一邊 這邊拆除開來 其實也可以讓整個前面這一面的窗戶透光 可以踩進來 加上可以有一個完整的客廳跟餐廳的區域 那這邊是我們的電腦室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大 因為如果說這裡有個大桌子 然後有兩個人坐在這邊的話 空間蠻夠的 這裡會是我們之後的拍攝牆 那客房的部分就有比我想像中的小了一些 因為客房大家還記得 這邊本來是原本的牆壁嘛 那它會有多一個額外的 這個比較尷尬的小空間 現在牆壁打掉之後就變成融入在客房裡面 但是就算是這樣 現在的客房整體來看 還是沒有到太大 其實真的是偏比較小的一個空間 也很難有空間放桌子吧 我想但是就可以看看 都裝好之後這邊的空間感如何 客廳餐廳是一個L字型嘛 那餐廳的尾端就會是一個 這裡木座的牆壁 這邊是主要的廁所 那這邊門推進去就是主臥 那右邊這裡會是一整排的衣櫃 所以衣櫃的空間算是還蠻大的 可以容納很多 然後這裡就會釋放床 我覺得蠻酷的一點是他們這裡用的 牆壁隔間的材質 跟廁所的不太一樣 廁所的隔間是用這種紅磚在裡面 去氣出來的 可能為了要可以防水吧 我不太確定 廁所的部分也是整個打掉重做了 所以廁所的話 會是主臥這一面牆 這裡進去的 那之前有跟大家看過 那現在是把裡面的隔間都隔好了 那這邊也會 這邊因為是廁所關鍵 會另外做防水 然後這邊有個特別的是 我們做了一個 這裡是一個凹槽 洗髮精啊洗面之類的 因為這個的下面會是我們的浴缸 所以把它放在這裡 這裡是領域空間嘛 所以感覺很方便可以拿到 的這個牆壁 穿過去就是我們本來 建商鋪的主臥旁邊的浴室 這裡是原本的入口 那它從一個比較大的浴室 現在變成是一個小的空間 就只是單純的一個廁所 這邊這裡過去 就是我們剛剛的主要我們的浴室 我自己最期待這一整天房子 就是它的公共區域 就是很大的客餐廳 以及開放式的廚房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進來之後 會有一個空間很大很通透的感覺 而且公共區域本來就是 一家人會花最多時間呆的地方 所以想要把這個做成是一個一體性的空間 在這裡 後面之後會慢慢在這裡 塵埃落定 所以下一段就是看把所有的隔間都完成蓋好之後 然後儲藏室出來之後呢 把這個水墊都拉好 整理完 準備等木工進來之前的樣子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有蠻多缺工的狀況 然後也有時候可能譬如說 會有某一個師傅就確診了 可能要稍微延後 所以現在的裝潢有蠻多不確定性 不過還好是我們都還蠻在進度上面的 就是一切都還蠻順利的 再隨時來update一下這邊的近況